我们打开这个editplus 因为这个editplus里头呢 它默认能够产生出来这些内容呢 实际上都是有一个叫做模板 因为只有模板才能够当我们新建的时候呢 大家来看我们新建 新建一个html页面 只有了模板之后呢 才会产生出来这些内容 所以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在一个一个模板中写出来的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修改这个模板 然后让它的这个默认打开这个页面中的空白的内容 是我们希望的内容 那么在老的版本中 曾经还有一个叫做xhtml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个投文件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文档类型 写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除了要有感叹号 doc type 这几个字母之外 后面还要写上html 这是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原来我们还要写这么一大堆 public w3c 什么d7d xhtml 1.0 transitional 后面还有en 也就是english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dtd 虽然说我们现在新的版本中 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来写了 但是我们也大概了解它代表的含义 那么在老的版本中 刚才我们说了要有一个dtd 那么dtd它代表的含义呢 实际上是这么几个单词的手字母的缩写 document type 那么这个代表的是文件 文档的意思 这个是类型 这个是定义的意思 所以用中文来翻译过来 它就是一种文档类型定义 它里面包含了文档定义的规则 网页浏览器呢 会根据咱们预定义的这个dtd 来解析我们的页面元素 并把这些元素所组织的页面 显示在咱们的浏览器上 那么在以前呢 XHTML 1.0呢 提供了三种dtd的类型 那么我们再来看 我们刚才看到的叫做trasitional trasitional呢 实际上是传统的意思 那其实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意思以外呢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除了这种dtd 还有strict 严格的文档类型 还有一个呢 叫做frameset.dtd 是页面框架文档类型 也就是说除了这个trasitional 这是我们常用的 其实还有这些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是看到了 再早以前别人写的这种文件 我们千万不要少见多怪 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头 额外给大家来讲 这个doc type 以及这个dtd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现在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写这么一点 实际上就已经OK了 好 再往底下来看 我们打开hbuilder 大家能够看到 首先能够看到的最外层 是html 那么前面是html 在最后面呢 是一个斜杠html 那么咱们的html叫做标记语言 标记语言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有一个起始的标记 或者起始的标签 或者叫做起始的元素 那么既然有起始 一定要有一个结束的标签 而结束的标签和起始标签 它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前面增加了一个斜杠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同学可能会看到了 像hide 也是有起有始 像bowdy 也是有开始有结束 都是有开始和结束的 那么细心的同学会发觉 老师这个标签很奇怪 直接就将咱们的这个斜杠 写在了这个开始标签的最后 实际上它的这个写法呢 如果要是写全了 我们甚至可以是这么来写 那么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 我们的这种写法里头呢 我们可以在两个标签之内 我们写我们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title标签里头呢 我们就可以写我们的页面的标题 而对于这个meta标签里头呢 两个开始和结束标签里头 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内容可以写的 所以与其我们这么费劲的来写 既然两个标签之内 不允许写别的内容 也不允许有别的标签 那么我们不妨给它简化一下 就将这个斜杠写在了 这个其实标签的里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的标记都是有开始标签 以及结束标签 那么开始和结束标签 我们允许有文本 或者有其他的标签的内容 也就是说当里头可以有 其他内容物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写法 如果当我们里头没有任何的内容物 也不允许写两个标签之内 也不允许穿插任何的内容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闭合标签中的这个斜杠 写在我们开始标签中的最后一位 那么事实上我们类似于这种 还会有其他的标签 除了有META标签以外 还会有换行标签 也是这样的一个用法 还会有一些横线标签 也会有这样的用法 或者叫做水平线标签 好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那么HTML标签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文档中的最外围的一个标签 它的这个级别和咱们的这个文档类型的级别 实际上是一致的 它是最大的一个标签 HTML最大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一个标签里头嵌套N个小标签 N个标签呢 又嵌套 里头又嵌套 再N个标签 HTML页面就是这种标签层层嵌套 所组成的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除了有最外层的HTML以外 我们还能够看到里头 HTML里头呢 还会分为有HID 还会有TITLE 还会有BASE 还会有LINK 还会有META 还会有Script 还会有STYLE 当然了我们刚才的页面中呢 并不是所有的标签我们都出现了 等会给大家来讲解 什么时候该用哪些标签 另外跟HID标签评级的 还有一个是BODY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从HID来讲解起 HID它的英文的意思呢 就是头 我们要是翻译成中文呢 我们可以叫它投标记 或者投标签 或者叫做投元素 它是构成HTML文档的一个开头的部分 这个标签里头啊 我们可以出现这些子标签 有TITLE BASE LINK META Script 和Style 而我们这个里头 我们建议大家绝对不能省的呢 就是这个TITLE 那么TITLE呢 它实际上TITLE本身的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呢 叫做标题 它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一个页面 我们每一个页面通过浏览器打开的时候 都有一个标题 是对这个页面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简洁的一个描述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些描述性的文字 我们放在TITLE里头 好 接下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在这个TITLE里头 我们显示了页面标题是四个字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用浏览器把它给打开 好 大家来看 当我们用页面 用浏览器把这个页面打开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网址一样的东西 这个呢就是一个网址 我们要说的专业点呢 叫做URL地址 那么这个URL地址呢 前面我们能够看到 它前面并不是一个咱们传统所知道的一个网址 比如说像搜狐呢 我们可能知道的就是http 冒号两个斜杠3w.com 这是百度的网址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网址呢 是127.0.0.1 冒号8020 实际上我们在入学教育的第一天的课程中 我们在讲网络的时候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 实际上这种呢叫做ip地址 那么我们通过ip地址访问呢 实际上比直接输入咱们的这种网址更加的快 因为如果要是输入一个网址的话 这个网址还必须通过一个叫做域名解析服务器的这么一个服务器 把这个网址解析成这种ip地址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打开起来呢会更快一些 好我们原规正传我们说当前我们这个页面中通过这个浏览器 我们能够看到页面标题是四个字 而其他的我也随便打开了一些页面 然后都能看到上面有一些文字 而这些文字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title里头定义的这个文字 好 那除了这个title以外 我们还能看到这个meta标签 那么这个meta标签呢 实际上它定义了html文档中的有一些东西叫做原数据 如果我们不是很理解这个原数据的话 实际上我们就告诉大家 我们的字符集一定都是属于原数据的一种 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要写任何一个页面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把这句话给省了 也就是meta 后面写上xset等于utf-8 当然了你的这个字符集也可以设置成gb2312 gbk等等等等 不过我们建议大家 以后我们在做网站开发的时候 尽量的都使用utf-8编码 因为我们之前呢 在前几天的课程中 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实际上网页在开发的过程中 字符集对于中文 它的识别 以及在网络传输中的效率 都是utf-8编码是最高的 它比gbk的这个解码的这个效率是要高的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 使用这个utf-8编码 另外呢还有一点 utf-8它是unicode的字符集 unicode它将世界上常用的 所有的文字全都搜录到了一起 所以如果当我们这个页面中的mata插塞着这个属性 它的这个值等于utf-8的时候 我们这个页面中出现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符号 都不会出现乱码 而如果我们要是简单的使用了gb2312 如果我们这个页面中使用了一些俄文 什么韩文日一些日文中的假名 那么有可能啊会产生一些乱码 好 那么我们再跟大家来介绍到 除了hide里头有title 有meta之外 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还会经常用到有link link呢实际上就是 当我们要是想写层叠样式表的时候 而我们就可以使用link 将我们写的那个css文件呢 引入到当前的这个html文件中 或者说的通俗一些 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想让我们的这个页面 有一定的版式 有一定的格式 我们一定会要写一个css文件 而这个css文件 如何跟咱们的这个页面产生关联 就要通过这个link标签 然后让它们两者产生一定的关联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在这个页面中呢 写一些javascript脚本语言 我们就要使用script这个标签了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做style这么一个标签 style这个标签是 如果我们要是也写一些层叠样式表 如果我们不是把这个层叠样式表呢 独立成了一个css文件 而只是把它放在咱们的这个html页面中 那么最简单的用法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style 然后在style和style闭合标签之间 我们写一些简单的css样式 那么像这种样式呢 和这种link所引导的样式呢 它都起到相同的作用 只不过它俩的优先级 可能会略微有一些不一样 另外呢 它俩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这种呢叫做外链式的层叠样式表 而这种呢叫做内嵌式的层叠样式表 作用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它俩的这个优先级 略微略微有一些不一样 好 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啊 一个页面 当我们要是想写它的时候 最外层一定要有一个标签 叫做html 而在html标签上面 必须必须第一行要有一个叫做 doc type 这么一个文档类型的一个说明 而在head标签中呢 我们可以有title 有base 有link 有meta 有script 有style 这么多个子标签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真正的一个页面呢 实际上就是包含着我们的body 以及闭合的这个body元素之间 我们管它叫做主体标记 它是html文档中的一个主体部分 而真正的我们这个页面中 所能看到的内容 全都要放在咱们的这个body 和闭合的body元素之间 我们在这个标签之内 我们可以出现类似于p标签呢 h标签呢 br标签 table等等各种各样的标签 那么至于这些标签呢 我们会在下节课的时候呢 给大家来讲解 我们html中常见的一个标签 那么在这块呢 我是把刚才hbuilder产生的一个文档的一个模板 给大家拷贝过来了 作为一个示范的代码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一个页面中 最外层是html 然后上方呢是high的 底下就是body 而真正的内容就要写在这个body之间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我们把文档的内容 这是页面内容 我们写了四个字 接下来我们进行保存 接下来呢 我们刷新这个刚才的这个页面 我们就能看到页面内容 就显示在了我们这个浏览器的显示文档的这个部分 当然了 当然了我们平时在开发的过程中呢 建议大家使用 边改边看模式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在左边写的那个内容 当我们点击了保存之后 点击了页面的这个保存之后 或者按了快捷键 大家记住 Ctrl S 保存之后 S呢就是C5保存 这个就会在右侧 及时的给我们看出来 我们页面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边写边看效果 刚才我们在这个页面中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Xset Xset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我们说这个类似于红色的这种东西呢 叫做属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标签 或者标签呢 我们也叫做元素 我们把HTML标签的属性和属性值 给大家再重新介绍一下 那么属性呢 它是用来标明这个标签的特性的 那么属性的值呢 就是为这个属性进行负一个值 比如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用来说明当前这个文档 或者说当前这个文件 它到底使用的是哪种字符集的 使用的是哪种编码 我们的字符集呢 使用的是哪种呢 使用的是unicode里头的UTF-8 这种编码 那么它的这个语法格式呢 就是先写一个标记 然后再写属性 中间一定要有空格 然后呢 属性 后面是等号 通过等号 后面加上这个属性值 那么对于HTML呢 我们是大小写不区分的 不过建议在这里都建议大家呢 尽量的全都使用小写字母 那么对于咱们的HTML里头呢 这个属性的值 这个双引号可写可不写 也可以使用单引号 不过建议大家还是使用比较规范的写法 统一使用双引号 那么 咱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有这么一个标记 Tag呢 就是标记的统称 Tag是标记 那么它可以定义class 可以定义宽度 可以定义高度 那么我们把它的这些样式 宽度 高度呢 就写在这个双引号中间就行了 那么属性和属性的值啊 它也有一个命名的规则 咱们不能是瞎用 属性和属性的值 都是建议由字母 数字和下滑线构成的 不能以数字进行开头 实际上等我们再学到JavaScript后续课程中呢 我们会专门跟大家来强调 实际上变量的命名 也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可以是字母 数字 下滑线 你进行排列组合 但是 不要以数字开头 请大家牢牢记住 另外 咱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千万不要 使用中文或者空格 其实有时候我们使用中文 倒未必有错 但是 容易出现编码 或者说字符级的错误 所以建议大家 不要给自己设置一些 不必要的负担 那么我们的属性名 你不要使用中文就好了 而且中间千万不要使用空格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示范了一下 比如说 有一个标签 叫做Steven 他的性别呢 是男性 那就写成sex等于男 那年龄呢 是30呢 就写成age等于30 身高呢 是1米77 那么就是177厘米 高度 宽度 那个体重 是70公斤 那么工作呢 是老师 teacher 地址呢 就是住在北京 手机号码 是这个手机号码 大家能够看到 实际上呢 我们在学HTML的时候呢 肯定不可能会出现 有这样的一个标签 因为等会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的 我们常用的一些HTML标签 我在这个里头呢 跟大家之所以要这么来写 只不过是告诉大家 实际上 我们之前给大家曾经讲过 有一个东西叫做XML XML呢 和HTML 最大的一点就是 它的标签 是可以自己随便去定义的 因为XML呢 它叫做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可扩展的标记语言 既然是可扩展的 那么它一定不是咱们常规的 HTML中那些所受限制的 那么Steven是我的英文名字 我用它来做这个标签的 这个标签的名字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么咱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XML现在基本上已经 不是用来做咱们的页面展示了 而是用来数据存储 那大家通过我刚才写的这条信息 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里头呢 它可以把我的一些 个人信息就存储出来 我的姓名叫Steven 我的性别 年龄 身高 体重 工作 地址 手机号码 都通过这种标签语言 就全都存储起来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给大家讲解到这 那么等到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 要真正的讲解 HTML里头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标签 那么我们提前也可以 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里头呢 有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里头 罗列了我们常规的 HTML的一些标签 那么我们管它叫做 HTML的元素周期标 因为我们说了 每一个HTML标签呢 也叫做一个HTML元素 或者也叫做一个HTML标记 这几个概念都是等同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元素周期表 这么一个HTML元素周期表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共有107个元素 这些元素呢 包含了HTML4第四代的 以及HTML5新增加的一些 新的元素标签 大家能够注意到 我在这个里头呢 对于某一些标签 做了下滑线 以及一个文字 红色阴影的这么一个处理 那么对于这种 有红色阴影的 并且有下滑线的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 将来的工作中 能够用到的 那么对于这种 我们大概是有60个 所以等到下节课 我们详细的给大家来讲解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我们HTML标签 有太多太多 其实并没有太多 我们常用的 仅仅只有60个而已 如果这60个里头 我们再也要是说 有多少个最常用 其实也就是20来个 是最常用的 好了 本节课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J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